教学与范例 在这个编辑器还有一个优点就是它有一些教学的范例的程式 你可以一个步骤一个步骤依据依序的按照它的提示跟着做 你可以完成 那它的位置一样在转按钮 这边有一个转按 那你会看到它这边有列出很多不一样的 各式各样的专案范例 那这边也有一个范例档 其他人做的一些范例档 那在这专案里面我们简单来说好了 我们假设我们做这一个 想要跟着它的方式去做 它会告诉你 你点进去 它会开始即将开始教程 那它会把它的程式码 它会有提示 然后你要按照它的方式去把它做出来 方置显示指示灯当开始的时候画一个新 叫在显示指示灯在当开始的时候确定 那你看它会留这个提示在这里 那你要把什么 开始的时候显示指示灯 显示指示灯放置指示灯 这一个 在开始的时候按照它的指示 做完一个动作以后按继续 然后点击下载把这个程式码传到你的microbit里面 那这指示灯就是你自己去画这个指示灯 按照画 画完它告诉你说怎样 要下载到你的microbit 这样子就做完了 继续 好 它这样子 这样子 它就有一个类似这样一个教学的一个 一个过程让你去做 好 那这边还有离开教程 如果你不需要的就可以选择这个 那你如果还要继续就继续就 好 移动这什么 到什么animation这里 那你就要照着它的动作做 这个就是它的范例教学 至少你 如果你都完全不了解的时候 你可以按照这样子的一个范例提示过程 你依序的去完成它 那就可以做成一个范例 那它的缺点有时候缺点是它的提示有时候是英文的 你要稍微去了解一下 因为毕竟它做的时候不一定每一个都有翻译到 好 那基本上你就可以 按照它的过程去做 好 再讲一次在专案 选择专案 这边有很多范例 好 范例的方式你可以去按照它的方式去做 你就可以完成它的范例 你所讲的一个教学过程 这样子来学习 程式的编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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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